各位AUTOONLINE的乘客大家好 我是机长Holly 现在是机长广播时间 欢迎大家搭乘AOL737航空 我们即将从台中清泉岗机场飞到 哪里好呢 我们今天飞到松山机场就好了 因为我才刚拿到驾照 我不敢带架飞太远 好啦 那我们今天呢 其实是来到米翔飞行模拟驾驶中 那我们这个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教官Alan Alan你好 你好 我想要知道 那就是我身为一个老百姓呢 我来参加这个体验活动 我可以在这个飞行模拟驾驶体验的活动当中 得到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一般的课程包括 我们会先讲解飞机里面座舱里面 我们等一下体验当中用得到的东西 一些开关跟驾驶方式 然后我们会体验两个机场 第一个机场我们会从桃園机场起飞 桃園中正机场 对 就是我们最常演出的机场 对 出国要做的那个机场 最重要的机场 对 然后我们会做一个五边的飞行 练习 然后 然后飞到那个旧的奇德机场 那个奇德机场是难度有一点 它那个世界十大南降落的机场 所以玩家应该会很开心喔 一般我们会选择 奇德机场是一些玩家都很想体验的一个机场 了解 那我们这个听起来内容很丰富 大概要花多少时间啊 我们整个飞行函讲解的时间大概是四十分钟左右 四十分钟 那很久欸 那要飞很久 那太丰富了吧 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 不才在下我呢 就是我完全没有飞过任何一款飞行游戏 我只是对这个有兴趣而已 这样我可以吗 我可以成功起飞降落吗 可以 试看看啊 我们最小的客人两岁都可以了 你觉得你可不可以 我不知道 我三十岁那可能智商两岁都不如 我不晓得好吧 那我试试看啦 那起飞前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好紧张 等一下你如果飞得好的话 我等一下再颁一个证书给你 真的吗 那我就是正式飞行员 是 我是机长 如果飞不好的话 就是从上面把你丢下去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 所以你要认真飞 好是 是教官 我现在压力很大 好吧那我们就开始啰 好 哇塞 好厉害 诶 等一下等一下 诶 怎么样 你有那么说话 你要从这边进吧 诶 你很过分诶 你要从酒店上 你要从这边哦 诶 教练很难相处诶 好我们要准备起飞了 很紧张 好紧张 超级紧张 好来 我后面有几百个 你放煞车 放煞车了 好 来我们对右门进进退到试词 好 走了 好推到底 然后眼睛看这边哦 到一百四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往后带桿 好 正常我们 现在手不可以放胎 要超过八十节的时候 才可以放手 现在可以放手 好 不然如果中午放进起飞 因为没有办法收油门 好 一百四了 现在 好 往后拉 好 正常伸十五度 好 看外面已经飞起来了 轻轻拉就好 往前送一点 如果超过 你就往前推 好 好 我现在帮你收起后架 好 谢谢哦 我的教练人好好 好 往前推 阳脚有过大一点 对 眼睛推到十五度 好 然后我们高度可以上到三千五百英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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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控制得很好 你看 你比那个两岁的小孩 好 很好 相处 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今天失败 我就不如 两岁的小孩 好 我们现在高度 现在 现在的高度 他在跑 对 现在已经上到两千英尺 好 好 好 我们现在可以往左边转 转到三百四十 轻轻的转 好 好 两颗的时候手放掉 我刚有讲嘛 放掉但继续在转 对 所以转弯的时候 我们就要再十度 哦 你如果觉得转弯的角度不够大 你会再再大一点 再往左边再大一点 好 他跑到五度了 怎么办 拉 再拉 拉到十度 我觉得我乘客现在一定在 太惹我 哈哈哈 这个饮料已经洒出来了 对啊 史上最讨厌的机长 不会 你这样第一次被这样控制转来 真的哦 对 转到三百四十 看这边哦 好 好 那如果到三百五十的时候 你就可以慢慢往右边转 好 这个指标就想办法让它对齐 现在三百五的慢慢转 对 如果它跑得慢的话 你就动作大一点 可以让它跑回来 两个对齐之后 就变三百四十度了 好 现在跑不要再转了 好 再往左边大一点 好 果然是一个讨人店的机长 摇摇晃晃 然后让它两个对齐 好 好 再往左边打一点 开车也没那么难 废话 来左边 好 没关系 我们现在这样这样飞 转转到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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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往上推它用点 好 往后拉一点 好 好 好 我们现在再左转 左转到 左转到 刚刚是多少 240 我们现在左转到230 230 230 好 好 好 亮了 这边 转到230 230 230代表什么意思 等一下我给你解释 然后按下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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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按这个按键 速度太快了 哦 刚刚你问那个问题嘛 方向 这个是方向 然后这是速度 对 这是我们这个230 就是代表这个的意思 OK 所以你现在开自动驾驶 手 可以放开 我们现在全部靠这个面板在通知 嗯 这个就代表速度 这个是航向 嗯 这个是高度 了解 对 然后我们是按正按键的意思是 我在这个速度之下 执行这个高度 嗯 对 速度不会那么快 哈哈哈 哇 好漂亮哦 现在在新竹外海 哦 哦 我看到了 那个是那个 发电厂 那边就是 这边就是 这边就是 左边那边是新竹 到新竹机场 哦 现在在兜峰耶 对 教练们在兜峰 好真实 好灭真的画面 我刚刚看这个觉得有点头晕 你开始会头晕 对 可是我是不会晕车 晕船晕 晕机我都 我都不会的晕 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 就是 好像飞在兜峰上的感觉 对 然后我们现在用这个东西 这个 这个我们等一下输入 有听过 飞机不是有一个盲降系统 好 然后这个频率就是 我们刚起飞的那个 跑道的频率 嗯 对 通常的话 我们是先输入在这个地方 stand by 这个位置 嗯 然后你再 你再把它执行下去 嗯 然后你按 执行到这边来 对 然后通常 等一下我们飞第三边的时候 我们先让它输入 让它stand by 嗯 好 现在我们可以再 转到130 用键 左转130 你们现在外面 看外面在转的 有没有 有 所以自动驾驶的感觉不用 然后我们 高度在1500一次的时候 就要解除自动驾驶 好 然后他们 然后点按这个 VOR 就是 按这个的意思 它会去搜寻这个频率 哦哦哦哦 然后我们刚起飞那个跑道 它会 发送这个频率给飞机 嗯 然后你前面这边 有个VOR 嗯 等一下它接收到这个讯号的时候 对 飞机就会突然 一个大转弯抓过去 我们现在就等在飞机 飞第四边的意思 好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机长可以去休息啊 吃饭啊 吃饭啊 就是要降落也没办法吃饭 跟空姐谈恋爱啊 就这个时候吗 也可以啦 好 然后这个D 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DME 嗯 这个就是我们 距离机场的那个 14海里 哦 它数字越来越少 这代表我们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我觉得那个压力还蛮大的 所以飞机通常 起飞跟降落都是手动 了解 在天空上 降落就是看机长的实力 对 然后降落就是看我的实力 是的 等一下它会自动去拦截一个讯号 嗯 真的会有讯号发给我吧 它现在已经抓到了 它自己在转换了 哦 已经变绿色了 对啊 然后你再按这个按键 这个按键的意思 我解釋给你听 好 这边有两个 看前方点是不是有两个零血 对 现在这个已经帮你对到 所以变成死心的 嗯 这个等下如果对到的话 它也会变成死心的 这个是 这个是它的航向 它会帮你抓到那个位置 嗯 然后这个是下滑到 代表飞机下滑的前脚 嗯 那等下慢慢乘到中间来 好 好 然后现在你可以把 速度减到180了 这边 按 转这个就好了 嗯 所以真正爱玩的玩家 他其实是希望 手都always 放在这上面 对 就是我这么懒才 对 因为我刚刚看你很紧张 所以他们体验一下 自动驾驶 对啊 现在机场在我们的正前方 有看到跑道 嗯 有看到 好 左边跟右边 我们刚刚我们 这个频率 我们是 右边这个跑道 嗯 所以他们会对准这个跑道 好 那现在已经慢慢在 减速了 有没有 而且下降了 对在下降 那正常下降的话 在下降的羊角 在我像我比这个位置 三度角 嗯 三度角 它的羊角是 比较正确的羊角 好 然后等下跑道这边 在地点的话 可以看到有一团亮亮的灯 嗯 通常它是四颗灯 嗯 现在有稍微出来了 有点黄黄的 有没有看到 稍微 没 哦 有有有有 看到了 如果它有四颗灯 嗯 如果是亮红亮黄的话 代表你的羊角是 标准羊角 如果全部亮黄灯 代表你的羊角太高 如果亮红灯 代表你的羊角太低 那如果 飞行员看不见 怎么办 因为一般 像是什么灯 它那个是落地的 一个 指示灯 就是飞机羊角的指示灯 那我羊角是OK的吗 对现在是 有没有看到 这边一般广 哦 有有有 好 我们现在180 我们可以放旗兜驾驶 好 来我帮你放旗兜 等一下到1500英尺的时候 我们就要接触手动自动驾驶 好 然后就靠你的 好 速度可以再减到160 好 速度可以再减到160 好 有没有看到中间的十字这个地方 对 等一下我解除自动驾驶之后 你就是尽量把它控制在这个点这个位置 很细耶 那个点的位置是在 中间那个点 这个十字标的地方 这个温度非常细的一个地方 对 然后我们刚才是讲到空心对不对 对 它现在已经对到了 所以它就变成十心了 对 两边现在都在正中间 代表我们现在是对准正中间的跑道 好 我不用看那个 我只要看这个就可以了 你只要铺那个就好 其他我来帮你一套 好的 可以解除了 好 按掉就好了 好 不用管他了 我来看 你看外面的灯号 现在都目视了 不用管他了 你看这个灯号 现在是一半红一半黄 对 这个角度是很标准的 就是 飞机如果 有稍微偏离跑道 你就左右稍微 紧脚慢慢 回跳就好了 好 我有偏离吗 以三 以三的话 好 没关系 我们现在目视看跑道比较快 好 你就看这辆跑道 你就想办法把它落在这个跑道上面 好 现在这个进行角度是很标准的 现在偏高了 黃灯是比较多了 好 好 好 前推 勒 另外一支他 往右偏圈 往右打一点 好 轻轻动就好 好 记得往后拉一点 记得往后拉 好 爬到在你的右手边 对 没关系 你慢慢来 好 我右转一点 好 好 慢慢来 稍微往后打一点 好了 你躲在草屁上 可是 我们还是平安的降落 对啊 感谢我爸承证 那拉这两个团 一起反对 一起拉 往上拉 好 保持在路上就好了 好 我会撞到另外一边的草屠吧 稍微控制 可以往左边 可以 好 现在可以拉手刹车 好 拉了 拉下 先停下来 不错啊 你赢过那个两岁的海 哈哈 怎么觉得有点荣耀感都没有 没有钱啊 好 现在可以把这个放掉 这两笔接把电话放下 好 好 欢迎来到桃园机场 欢迎来到桃园机场 这也是机长同步 我们平安的降落 感谢我爸乘客们 付钱付钱 示拍过了没有 拍一下嘛 难得来啊 对吧 好 应该来的人都会要自拍吧 不是 拍照的 好啦好啦 因为摄影师要生气 所以我们赶快做个结论 好啦 你飞得很好 谢谢 谢谢教练 教练你刚称赞我什么 你要不要再讲一次 你蛮有慧根的 第一次飞这样算很好的 真的 所以我刚刚升了机长 有没有看到 我刚刚三条线 不是脸上 是肩膀 我刚刚三条线 现在变成四条线了 我现在是机长 谢谢大家 那谢谢各位那个 AutoOnline的乘客 就是刚刚有遇到一点乱流 不是我的错 如果飞机颠簸的话 不是我的错 那谢谢大家啰 然后如果你们想要来跟我玩 就是跟我一样玩这么好玩的飞机的话 记得要来哪里 知道吧 台中米香 黑型模拟体验中心 OK 那我们就这边见啰 没有啦 Alan见啦 Alan会见你们 谢谢大家 因为他们刚刚吓我 说这套设备非常的厉害 一开始 如果没有经验的话 你是完全没有办法去 抄架他的 然后我们现在呢 我特地请到了一个 真正的机长 Steven 来帮我们解释一下 这套设备有多厉害 Steven 你好 你好 我今天也是机长 没有 你三档 所以你今天是副驾驶 不是 不是 你要升到第四杠 才能够才能够 那里有第四杠 那你给我 你明天赶快去换一些 等一下 Steven 我想要问你 我刚刚看到里面那个案件 超多的 就是很复杂 眼花撩乱 我想问一下说 你们开真正的飞机 跟里面这套设备 比较起来 真实度 其实他在这整个座商的整个设计的话 就是用 目前这一家是用737的 那他里面的每个按键 都是放真正的737的设备在上面 真正的737 所以是完全一样的在里面 所以就很像 就是等于是我是机长 副机长 然后在那里开背机 一模一样的感觉 是的 没错 真的就是这样子 对于教学来说 是不是其实是很棒的一个体验 是的 尤其是在这个方向来讲 虽然说这个方向 因为它这个机器 它是没有能够有 就是Motion 就是有移动的 但是你在整个来讲 你在做操纵的手感方面 然后还有做一个程序 然后还有甚至 它在里面的设定的时候 也有可以做一些紧急程序 然后你可以去操纵每个按钮 把引擎关掉 这些东西它都里面都可以做的 然后我刚刚还有听到 那个引擎的声音 非常真实 是的 很像是我就是在开飞机 是的 就是这样子 那我还有听说 有一些在玩飞航的玩家 那他们是用什么设备玩的呢 那他们来玩这个东西 是不是他们会感觉如何 你有听过吗 也就是在看 就是说他们在这个在玩的时候 他们要投资到哪个程度 那一般来讲的话 大部分人就是用一个摇杆 那摇杆的话 对于象征度来讲 如果是非空中巴士的话 它会比较像 但是如果是对非波音的系统的时候 它真的那个驾驶板 像我们刚刚看的 是这样拿的 这种的话 就完全就不会像 那外面市场上 一般的民众可以买到的 它是塑胶的 然后它的就是 它是仿的是小飞机的 那像我们这整套 能够做到这样的系统 这么象征的 那基本上来讲 目前我所看到在外面 给一般玩家来买 有类似的产品 然后我刚刚有听说一件事 就是这一套设备 目前是全台湾 唯一开放给玩家 就是老百姓们 可以来体验的一套设备 不然通常都是要给 专业专门培养飞行员的 你要是飞行员的资格 才有办法去接触到 这个学习设备 就是目前在台湾 类似这种 大部分都是航空公司 或者是飞行训练中心所拥有的 那虽然他也有 有些也有在特定的时候有出租 但是他们毕竟还是以他们自己公司 内部的教学为主 所以他那个时段都不一定的有那么多 而且很昂贵 对,我没有想法 我可以解释一下 好想法 谢谢观看